各位导游好,我是一组 看过度纤结那期视频的导游 是不是对这个纤结石产生了好奇 每完成一个前置纤结任务 就会给100多个纤结石 9重纤结完成下来 也是有好几千上万个了 那这纤结石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今天要讲到了 灯纤路上的另一个关键点 灯纤商店了 整个纤结度完下来 一共给了9千个纤结石 这数量看起来很多 其实能换到的东西并不多 看一下这灯纤商店的商品 昭花玉剪 极品星辰 仙界宝箱 昆元金 天运金 圣品星辰 松赫图 好东西非常多 不愧灯纤之名 好东西虽然多 但是价格也是不便宜 咱们9千纤结石跟这个价格对比起来 就显得有点坐紧紧走了 既然只能换一部分 那就要换最有性价比的那部分 这昭花玉剪的珍贵程度 也不用我多说了 各位都知道 两个直接换了 两次抽红宝的机会 两次中但凡能抽中一次 都能让我们实力大增 然后试着仙界宝箱 这个可以参考大城新墨宝箱 里面是各种仙界特有的培养材料 其珍贵程度跟繁介物品不可同日而言 这宝箱要是不换 到了仙界 可能会落下别人一大截 五次 直接满上 剩下的五千五千截石 这就要从极品星辰和天印金中 做出抉择了 对于没有刻轮回古堡的道友来说 一天的天印金 也不过两三个 这五十个天印金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量 而极品星辰呢 每周的天下归一 少则六十多个 多则一百个 我这里选择天印金拉满 然后剩下的全部换极品星辰 能换六次 剩下一百的仙界石 这里啊 你也可以选择少换一次天印金 多换一次极品星辰 这样的仙界石正好用完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 天印金的性价比 要比极品星辰的要高的多的多 换了四百的昭花预减 咱们来试一下手气 还真抽到了红宝 虽然说已经有了 但是六十个碎片也不算亏 还有这天炫神杀 这东西不是科老的话用不起啊 每次使用它都会消耗一百的如梦令 刚刚的神龙顶碎片 正好可以升到三星 今天又是只有一点点提升的一天 太对了 这种感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一键三连了 各位导游们 贵求贵求 一键三连了 修仙最技急功近利 我是一主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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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订阅